高雄中油大林廠和煉油廠 昨天晚上10點多 爆炸起火燃燒 那麼今年以來 大林廠已經違規4次 高市長陳其邁第一時間來到現場 除了要求中油全面停工徹查 一週之內要提出事故的調查報告 到下午中油方面也出面 來舉行記者會說明 說因為管線破裂導致氫氫外洩 才會引起爆炸起火燃燒 同時中油董事長李盛青 演舉公道歉 強調氣鐵外洩不會污染 也承諾強化公安 經過這次呢 中油也會虛心的檢討並且改善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